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新闻众草官郭超凯 那我现在是在出海寒展的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是琳琅满目的战斗机 没错,阔别三年之久的出海寒展今天总算是开幕了 那这次寒展呢,也是阵容强大 线上线下4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家企业 展出了数千件产品 那其中呢,飞机是超过了100架 那听完我的介绍啊,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了亮,无从下手呢 别担心啊,我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出海寒展的三个必打卡地 那打卡第一呢,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航空工业的掌管 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央舞台上面 呃,攻击11,运20,歼20,还有直20是共同陈列 那他们呢,也是20年代的代表之行 同时这一次呢,也是运20,歼20,还有直20的一个共同亮相 那看完了明星云集的航空板块啊 我再来参观一下第二个打卡点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航天板块 那这次寒展呢,载人寒天 火星探测,探月工程,以及北斗导寒系统 等国家中道中程都集体亮相了 那模型呢,大家看多了 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货真价实的真家伙 在我身后呢,这个是新一代载人飞船实验船的返回舱 这是个真品 长尔5号返回舱 长尔5号带回的月球样品 这些啊,可都是真品 另外啊,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身盘的这个展品 中国首科太阳探测实验卫星的一个模型 那这个卫星呢,预计将在今年的下半年翻射 这一标志的中国即将进入探疫时代 那达卡第三呢,就是我身后的这块导弹板块了 如果说啊,中国最强的毛石东风 那最坚固的盾就是我身后的红旗导弹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几架气速有红的战车 那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红旗9BE导弹系统 它的作战斜距可以达到260千米 可同时制导16发导弹去拦截8个目标 而在我的那个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红旗17AE系统 那这个导弹呢,也是有着低空猎手的称号 这个导弹可以同时制导4发导弹去拦截4个目标 那以上几处呢,就是我隆重推荐的 本届珠海寒展的几个B打卡地 那10月1号到10月3号珠海寒展 今天面向公众开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买票 进去感受一下战斗机跟武器型号的风采